6月已经过了,大家过得好吗? 哈喽大家好,很快就来到了6月份了 就是差不多2021年的一半了 大家的计划进行的如何呢? 那最近马来西亚的疫情是越来越严重的 所以很可能很多事情计划赶不上变化 那希望大家可以保持身体健康 那这个呢就是我6月的封面了 就是关于到这个疫情的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马来西亚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了 就好像身边人可能没几个 就有一个都是很可能会都可能会染上这个风险 所以在这里我相信这个6月份呢 疫情是会下降而不是在继续的往上升 所以马来西亚一定可以赶快的好起来的 那接下来呢 我就把这一面的地面呢换成了 关于到要被lockdown期间可以做的事情 因为就在昨天呢政府就宣布了会全面新的lockdown整个马来西亚 但是sob呢是还没有发布出来 那我们就在等等看怎样 但是不知道这个影片上的时候sob出来了没有 希望是已经出来了啦 那我也相信呢这个full lockdown呢 等等两个星期是一定一定不够的 所以呢我是已经有做好了最少一个月的打算 那我觉得疫情呢最烦人的一件事 最让人家头大的一件事就是你要吃什么 因为你不能出去外面吃嘛也很危险 所以想要动手来做看看 那其实我的facebook呢 平时看到很多那些美食啊 我都会save起来 但是我从来不会动手去做 那这一次呢我希望自己会有时间去做我自己想做的料理 然后可以写遍遍要做的 那其实我六月呢就是final week还有final exam要到了 所以会比较忙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 我是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几样自己每次想要做 但是却没有去做的食物 那下面呢就是activity plan啦 你可以plan一下你可以在家 做什么 嗯看看电影 或者有些人喜欢挑战的挑战每一天做什么东西 这样子 那在家里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还好 就有酒过你会觉得无聊啊 然后很想很想出去那种感觉 但是你就想一下你可以做的事情 然后每一次觉得无聊的时候也可以来看一看啊 我还有这些事情没有做的可以去做 因为现在这种情况呢只有待在家才会慢慢的让疫情好起来 接下来呢就是personal 就是一个日历啦 那六月呢好像没有什么假期哦 五月的时候就蛮多的 那如果你有什么安排你也可以写在这边提醒自己 接下来呢就是weekly planner了 一样是四个格子 但是这一次呢最后一个格子有十天那么多 六月二十一号到六月三十号那么多 那每一个星期的计划也可以在这边写下来哦 那接下来呢就是habit tracker上面呢你就写下你必须每一天告诉自己要完成的事情 然后下面就是我记录一下我的睡眠时间啦 上个月我说我想要改掉我贪睡的习惯嘛 那其实我还在慢慢的改中 还没有非常成功的完成啦 我们还是要继续加油 接下来就是expenses啦 那上个月我就加了多一个mask就是每个月问自己这个东西需不需要买这个 啊是不是必要了还是只是一时的冲动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帮助的呢 那我自己本身是觉得有一点点帮助就是会比较控制的一点点啦 那接下来呢就是self love了 那在这边呢就是love myself啦 可以写下时间你所感恩的事情 我觉得如果每一个在lockdown的期间呢可能比较容易抑郁的话 你可以每一天早上晚上都写下一些让你觉得感恩的小事情啊 可能会让你自己更好一点哦 那旁边呢就是will do for myself 这个月你会想要自己做什么呢 这个月呢应该都是网购会比较多吧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什么东西的话可以选择网购 也算是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家人 那当然获来的时候可以消毒就消毒一下吧 在最下面呢我就送上这支一个quotes啦 就是you don't need to see the whole staircase just take the first step 那我觉得呢那其实我这个sam就要结束了 那每次这两在结束的这两个月就会特别忙 然后就很容易焦虑这样子的 然后就要告诉自己适合的去缓和一下自己 调整一下自己 因为太多太多事情要做了 其实真的是做不完的那种一个有一个一个有一个 哇 但是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会完成它的 所以就不要担心太多啦 那完成后呢那我也用荧光笔去增添一些色彩 你可以看到这一次呢我是用蓝色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擦下去的时候是有一点青色的感觉 然后我也用了一些贴纸去填补它 我觉得这个贴纸很漂亮 因为它好像是在公交车还是火车上吧 那个意境那个阳光照射整个让我觉得 哎呦好像很舒服 好像拍电影这样的那种情景很舒服的感觉 那这边我就粘下了一片叶子 就是告诉自己要缓下了 要适当的休息缓下来 看一下绿色的东西好不好 对眼睛好 那我六月的首张牌版呢就是这样子啦 希望大家乖乖待在家 然后大家一起合作 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 那可能有些人待在家真的觉得很辛苦的话 我觉得现在网上有很多免费热线辅导 我觉得你们也可以打过去给他们 跟他们说你的状况 就是可以自己寻找一个出口 让自己不要那么压力 我的影片就在这边结束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分享订阅按赞 也可以留言哦 订阅后可以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喜欢的朋友记得分享 留言赞订阅后 记得打开小铃铛 OK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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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